我們看一下市場的價格 它到底是怎麼樣形成的 在市場上的價格 你今天上菜市場或是到肉攤 一斤豬肉多少錢 一斤蔬菜多少錢 其實都是由當天的攻擊者 以及所謂的需求者共同決定的 雙方共同決定的 到底如何決定市場上的價格 我們來看這一張表 各位同學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之前有談論到 就告訴各位同學說 在攻擊法則裡面 它告訴你當價格越高 價格越高的時候 生產者願意的攻擊量就越多 但是當價格越低的時候 生產者願意攻擊的數量就越少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依照價格跟攻擊量之間的關係 一樣我們來點出它的坐標 你就會看到 我們畫面上看到這一張 這一條線 你就會看到在畫面上的這一條線 我們透過坐標點一點之後 我們會得到這一條曲線 就叫S線 S線又叫所謂的攻擊曲線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消費者 這個部分在需求量的 跟價格之間的變化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來看一下 當價格5塊錢的時候 當價格越貴的時候 需求法則告訴我們什麼東西 消費者的需求量呢 它就是越低 為什麼 因為價格越高 他們買的越少 那相對如果 該樣商品的價格開始變低了之後 這時候他們的需求量就會增加 同理可證我們看一下 這一條橘色線 就是透過所謂價格跟需求量 我們透過坐標點出來之後 就會形成這一條曲線 叫低線 低線在經濟學上 又叫做所謂的需求線 為什麼叫低 低就是demand demand就是需求的意思 取英文字母的第一個代號叫低 那S就supply 它取英文字母第一個字母叫S 所以S就代表攻擊線 D就代表需求線 那我們來看一下 市場上的價格怎麼形成 就是透過每一天的所謂的攻擊者 它攻擊的量 以及需求者 消費者需求的量 來決定市場上的價格 那我們來看這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這一個區段裡面 如果假設商品在這一個區段裡面 請問一下 商品的價格應該是上漲還是下跌的 你看這一條線 就是攻擊線 就告訴你 攻擊者的位置在這裡 那消費者的需求在這裡 就告訴你 市場上的某樣商品 攻擊太多了 攻擊這麼多 那些消費者要的只有在這裡 這一個量而已 於是乎在這一個區段裡面 商品價格應該是怎麼樣 當S攻擊大於需求的時候 就會造成經營學上的一個現象 叫攻過於求 那既然商品的 商品攻過於求告訴我們什麼東西 在這一個區段裡面 在這一個區段裡面 商品的價格應該是怎麼樣 當然就是價格是下跌的 為什麼 因為攻過於求嘛 像老闆攻擊太多 消費者並沒有那麼多 我說在這一個區段裡面的商品價格是下跌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下面這一個部分 看下面這一個區段的部分 我們看這裡 在這一個區段裡面 商品的價格應該是上漲還是下跌的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同學們有沒有注意到看到這裡 這一條橘色線是在外面 橘色線代表什麼東西 代表所謂的消費者需求在這裡 那這一條所謂的量的藍色線在裡面 在這裡 在這個位置裡面 那告訴你什麼東西 生產者供給的商品在這一邊 所以在這一個區段裡面的商品價格應該是如何 我們來看一下 這時候需求的需求大於供給 需求者要的比供給的還要多 所以在這一個商品裡面呢 造成經濟學上一個現象 叫所謂的供補應求 既然商品是屬於供補應求的狀態 什麼叫供補應求 就是消費者要的 生產者來不及提供 所以在這一個區段裡面 商品的價格應該是怎樣 商品的價格應該是處於上漲的階段 上漲的階段 好 那各位同學你要注意一下 商品的價格太高 商品的價格如果太高 或太低 都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在經濟學上最理想的狀態的市場價格 是在哪一個地方 好 各位同學一定要注意 市場上最公道最合理的價格 是在兩線交匯點 在這個地方 那這交匯點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把它連過來 我們看一下 粉紅色線這裡 就告訴你 當市場上最公道合理的價格 其實是在2.5元 2.5元供給跟需求在100這個地方 100這個地方是市場上最公道合理的價格 這一個點我們稱為它叫均衡點 所謂均衡點就告訴你 在市場上最公道合理的價格在這裡 又稱為叫1點 所謂1點就是均衡點的意思 所謂1點就是均衡點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們在看這張圖的時候 它如果有問你說 請問一下在市場上最公道合理的價格在哪裡 請注意你要找這兩線交匯點 這一個點1點 就是市場上最公道的價格是2.5元 然後供給跟需求剛好都是100的時候 供給者他供給的數量跟消費者剛好是剛剛好的 所以供給者他沒有供過於求 消費者也沒有因此而虧到 所以供給跟需求在相等的時候 我們把它寫在這裡 當S等於D的時候 這一個1點就是市場上最公道合理的價格 好那我們剛剛有談論到就告訴你說 當價格太高或價格太低的時候 都不是市場上好的狀況 那這時候市場上它就有一隻所謂 我們在經濟市場上有一個叫 所謂的看不見的手 什麼叫看不見的手 就是所謂叫市場 在自由經濟裡面 在自由經濟裡面 我們前面寫一下 在自由經濟裡面 在自由經濟狀況底下 市場經濟健全的體制狀況底下 在自由經濟底下 當今天價格太高或在價格太低或價格太高 都不是一個正常現象的時候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在攻擊法則告訴你 在攻擊法則 在攻擊法則它告訴你什麼東西 攻擊法則告訴你說 當價格越高 供擊量就越多 供擊量就越多 當價格越低的時候 供擊量就會越少 那在需求法則的部分呢 在需求法則 我們看一下需求法則 需求法則告訴我們什麼東西 我們看這裡 就正在消費者的角度 當某商品價格越高 消費者的需求量就越低 當某商品價格越低的時候 消費者的需求量就越高 那我們來看這裡 當價格太高或太低的時候 在自由經濟市場裡面 就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叫市場 教導我們會不斷的 太高或太低的時候 會不斷的往中間一點移動 怎麼移動 好啦你看當價格太高的時候 在需求法則告訴我們 消費者會怎麼樣 少買 那價格太高的時候 在攻擊法則告訴我們什麼東西 告訴我們 攻擊者會多攻擊 所以在消費者少買 攻擊者 攻擊增加 消費者在少買 攻擊增加 消費者少買 攻擊增加 在一消一漲之間 這時候價格太高 就會慢慢往一點移動 就會不斷的往一點移動 像比如說我們舉一個例子 颱風過境的時候 蔬菜價格很高 蔬菜價格很高的時候 這時候菜農 因為價格高 他要不斷的怎麼樣 出貨 他要出貨去賣賺更多的錢 那這時候消費者很聰明 那這時候消費者很聰明 他告訴你價格太高的時候 我少買 所以菜農多攻擊 消費者少買 菜農多攻擊 消費者少買 在這樣子一消一漲之間 你看颱風過境之後 蔬菜價格一個月過後 蔬菜價格會慢慢的回穩 不會再像颱風過境前半段的時候 那麼樣子的貴 那同利可證到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 當某樣商品價格月低的時候 在需求法則告訴我們什麼東西 就是告訴你消費者會多買 攻擊者會減少攻擊 所以我們看一下 當價格月低的時候 消費者多買 攻擊者少攻擊 那正步之間一消一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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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少攻擊一個多買 一個少攻擊一個多買 是慢慢將市場上這些東西 商品慢慢消化 那攻擊者也少提供 於是價格 這麼太低的價格 會不斷的往中間一點移動 會不斷的往中間一點移動 所以我們看一下 那一樣太低的商品 也會不斷的往一點移動 讓價格原來不會那麼低 比如說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柳丁一斤10塊錢 柳丁一斤10塊錢 我們寫在這裡好了 柳丁一斤10塊錢 太便宜了 這時候消費者賺到了 要補充維他命C 這時候要多買 那柳丁的生產者少供應 消費者多買少供應 這時候消費者不斷的買 消耗掉所謂的攻擊量 於是乎柳丁價格 他透過一陣子之後 他有可能就回穩到12塊錢 或13塊錢 好 那這裡我們要強調的是什麼重點呢 我們複習一下 複習一下 這裡的重點是在告訴你 市場的價格在自由經濟市場裡面 在自由經濟市場裡面 他是由市場在進行控制的 那市場是什麼在做控制的 就是我們看到這張圖的 供給以及需求的部分 在進行所謂的價格的調節 所以既然是由供給跟需求 市場上是透過供給跟需求 供給以及所謂的需求 在進行價格調整 於是我們就會說 於是我們就會說 市場透過一隻看不見的手 這看不見的手就告訴你 你看不見攻擊者跟需求者 到底在哪裡 但是市場的價格 卻是因為供給跟需求的變動 而在做價格上的高跟低之間的轉變 好 所以自由經濟裡面的價格 是由誰在做控制的 就叫做一隻看不見的手 也就是所謂的市場做控制 那就是供給跟需求 那在這裡要強調一下 在市場上最公道合理的價格 是在哪裡 是在這一個1點的部分 就是當供給等需求 這一個2.5跟100 這一個是市場上最公道合理的價格 以及數量 那在這個之上 在這一個1點之上的商品 其實價格它是下跌的 在這個之下 價格是上漲的 那如果觀看這張圖的話 如何去知道市場上最均衡的價格在哪裡 我們要找到所謂的供給等於需求這裡 就是在這一個區塊裡面 在這個區塊裡面 是市場上最公道合理的價格 好 不曉得您了解了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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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